中国政经危及陆续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看中国2018年8月12日训,当前,中国政经局势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从经济总体形势看,增长放慢的势头已非常明显,而且不仅是个别环节放慢,而是不同范畴。 从投资到消费到金融市场到出口都已是皮不能心,政府连翻出招包括放宽货币供应也未能重新举Ampstack经济动力,只看失速的情况何时到达回不了头的拐点。 成美贸易占真正目标。 近些天公布的官方及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MI都处于仅其低位,其中财新MI已跌至50%的胜衰分界边缘,是8个月以来最低。 当中产出及新订单指数双双下滑,新出口订单更降至两年来最低,意味制造业未来一段时间将进一步收缩。 要知道,制造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火车头,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个火车头大幅减速肯定拖低整体经济增长,数以百万计工人很快要面对减工时停产停工的威胁。 另一个主要经济增长引擎出口的状况更是阴霾密布。 美国总统特朗川普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原来是像装武剑制在配工,表面上向大部分贸易伙伴出招,实际上打击的对象只有一个,中国。 原本闹得不可开交的美欧贸易摩擦忽然就大成谅解,同意继续谈判,其间双方承诺不会向对方的出口加征关税,什么汽车税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原来被骂的一文不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FT则按杜城仓取得巨大进展,短时间内会达成新协议。 只有中美贸易谈判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不断升温,前不久川普已誓言要对全数5000亿美元中国书关货品加征关税,这两天又有消息。 这正在咨询的2000亿美元关税或评清单的税率将有10%升至25%跟第一阶段500亿美元的清单看齐。 一宽一镜直间清楚看到川普政府贸易战的真正目标是中国。 仍有些人认为川普的强硬姿态不过是谈判策略,只要中国稍作让不让美方取得一些甜头就能解决争业,让美国市场继续大开中门。 川普的贸易政策当然有拿短期利益的考虑,但今次出手如此只很极全面,绝不仅仅是装腔做事只为消便宜,而是充满中美势力此消彼长的战略考虑。 中国加入世贸近2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美中之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幅收窄。 近几年,中国开始具备实力及野心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大搞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区域及国际新架构就是明显的证据。 对美国而言,不管是要围堵中国还是促使中国开放市场及按公平贸易规则办事,今次都是最后最好机会。 若果这一回美国空手二回,不能全方位打开中国市场,中国语意丰满后便再无机会,想再动手也不可能。 管制合法性问题涌现。 明白了这道理,就知道美方的制裁及贸易蜡招不会一时三刻就完结的,也不可能因中国做纤维退让而取消。 未来几年相关限制措施只有更多而不会减少对中国出口制造业的打击不言而喻。 少了出口增长这个过去二十多年的动力,中国经济怎能不大幅放缓。 人民币及金融震荡是另一个优患。 为了引对制造业及出口放缓,中国政府采取让货币贬值的做法,希望可提升价格竞争力,抢占出口市场份额。 然而,内地不少企业包括大企业都有美元债务,需要大量外币应付国际收支,人民币贬值对他们伤害甚大,并可能引发另一波走资潮,加剧人民币及金融市场波动。 经济警号固然可律,由此而来的政治波动也不能小觑。 中共的管制合法性除了紧握枪杆子就是依靠经济增长,而习近平之所以胆敢开历史倒车大搞个人崇拜及地质复辟,靠的也是经济上的顺风顺水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换语权。 但现在,中国挑战美国不成功反而处处挨打,经济增速又大幅放缓,要称起习帝英明神武德被四方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可能,国内党内出现质疑,批评已不是会不会而是有多猛烈的问题。 上月,内地官媒减少对习地的吹捧以及习地不稳的政治传言涌现,大有可能只是政治不稳的蓄取,未来随着经济进一步放缓,有关的质疑只有更多,引发新一波权斗更是大有可能。 在《豆腐保bij 않을今日》 在《豆腐保bij�请善手》 在《豆腐保余所時, Lindana 在《豆腐保病毒件上入情收支配合膨 librarian用 Prefer сильно解除》